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为何越想快乐却越不快乐呢 有一篇文章的标题写着 追求快乐真的会让人不快乐吗 这是知名作家艾密利·史密斯 耗尽打量时间和精力 所要追求的答案 以前的他以为 人生目标就是要追求快乐 像是寻找理想的工作 找到完美的伴侣和住所 而当他达到这一切之后 却没有因此感到满足 于是他决定去念研究所 专攻正向心理学 来找出使生活更充实的答案 令人意外的是 这个答案竟然是 追求快乐会让人不快乐 他发现了 我们的生活虽然变好了 但那是社会及文化 鼓励我们去做的事 但实际上 只会使人们更不快乐 当你感到空虚 那不是因为你缺乏快乐 而是缺乏人生的意义 于是他开始寻找 什么是构成有意义生活的要件 花了五年时间 他访谈数百人 阅读了无数的资料 最后 他归纳出了四个项目 这四个项目分别是 归属感 目的 超越 及故事 他说 归属感是构成有意义生活的第一根支柱 让我们能从事物或团体中 找到认同感 而第二根支柱为目的 这让我们能够用自己的力量 去服务他人 这不是为了能够得到多少 而在于能付出多少 第三根支柱是超越 我们能从艺术 宗教 创作层面 跳脱日常生活的喧嚣 进入忘我的境界 来放下对于自我心中的执着 第四根支柱为故事 让我们能用人生的事件来解释 是什么成就了现在的自己 艾蜜莉说 这四根支柱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不断地创造我们的人生 协助我们变成更好的自己 亲爱的朋友 你追求的人生意义是什么呢 如同故事中艾蜜莉所说 我们常常追求许多令我们快乐的事 但往往在得到之后 却只有无限的空虚 导致追求快乐 只会让我们越来越不快乐 因此追寻人生的意义 才是让我们感到满足最重要的事 在故事中 艾蜜莉提供给了我们四个人生意义的自主 而在圣经里也告诉了 我们要追求什么才能找到人生的意义 在圣经中有一句话说 不要笑把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何谓神的善良 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在这里 上帝给我们一个忠告 就是不要笑把这个世界 而要改变心意的关键 就在上帝善良 存全可喜悦的旨意中 因此当我们持续追求上帝的旨意时 我们的生命将不再变得空虚 因为上帝的话语 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 当你愿意更多认识上帝 明白上帝对你的心意时 你将会看见你的生命 一天比一天来得更加喜乐 一天比一天来得更加丰盛 亲爱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 再更多认识上帝 明白他的心意中 找到生活的意义吧 今天上帝要来鼓励你 或许你所追求的目标和价值 让你失去了盼望和快乐 但当你竭力地去追求上帝时 上帝必更新 改变你的心意 带领你走出阴霾 活出美好的人生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 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 充满你们的心 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 大有盼望 亲爱的朋友 如果您喜欢这支影片 邀请您于YouTube频道搜寻 心灵蜜豆奶 并按下订阅 领受更多祝福和生活的智慧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为主持的早安EasyGo制播 环宇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夏凯纳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